你去到了 動筆吧 等等等等 我要 寫什麼呀 姓名 家世 性格 星座 出生年月日 你查戶口啊 你要這麼想也可以 有什麼要求 你直接說清楚不就行了嗎 你是要我寫 個人情況嗎 我雖然和你簽訂了合約 但對彼此不夠了解 將來我還要帶你回家見我奶奶 如果被奶奶發現我們這間 還是陌生人的話 那麼一切都會結束 結束的意思是 我和你之間的合作 還有 打到你賬上所有的定金 如果她把錦西那裡的定金收回來 媽媽的一支手術就 我寫 不就是個人情況嗎 你想知道的 我都寫給你 開始吧 還有 你要留嗎 帶覺得坏 勒死 不是 你怎麼願意 你怎麼去 也是 你怎麼繁我們 candy 是不是 看过了没有 写好了吗 拿过来吧 个人爱好 巧克力饼干 芝士蛋糕 牛奶小红糖 个人优点 奶茶 螺蛳粉 小龙虾 我真的超级会选餐厅的 每次我和闺蜜出去吃饭 我选餐厅的都觉得爆炸好吃 去了一次小剧两次 去了三次 这 这 不算优点吗 那 你把你的个人优点拿出来 那我 吵一下 吵一下 这么多 你 你是什么老板啊 怎么写个个人爱好写这么多 我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集团总裁 我的这些个人爱好和做戏习惯 你必须一一背下来 记清楚 可是合同里没钱让我背这么多 我和你签约的目的 为的就是让奶奶开心 只要能让奶奶开心的事情 你都要去做 如果 你背不下来这些条款 在奶奶面前露了麻将 那么你和你想要的一切 都有修饰 明白吗 明白吗 不不 不不 没想到拿个花言的推广 还要背课文 我从初中开始 就没背过那么多条条框框 双数 顾总 所有物品使用摆放 必须与双数计 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 所有的东西 都要是偶数 对 我身边所有的一切都要无数 也包括你 我 我们结婚吧 结婚 可是何用礼没说要结婚啊 我和你签订合约是为了让奶奶达成所愿 她一直希望看到我结婚成家 那也不用结婚这么隆重吧 我不是真的要和你结婚领证 我们只需要办一个小型的结婚仪式 或者去拍一张婚纱照 让她看看就可以了 她说得倒容易 结婚 拍照 都是人生第一次 凭什么人生最浪漫的第一次 都要给那个人 你背不下了这些条款 在奶奶面前露出了马脚 那么你和你想要的一切都要修饰 等一下 顾 顾总 我 我不是有意的 我以为电梯里没人 那你要进来还是 我当然是要进来了 锦西 我们又见面了 奶奶 奶奶 那个孩子都过来了 你消消气儿 喜成啊 你既然和锦西在一起了 干吗还背着奶奶 把她送去酒店 奶奶 你不好在家养病 跑去酒店干什么 不 又是司徒那个叛徒 打住 你别骂司徒 是奶奶关心你们两个 想让你们早点定下来 再说 我和锦西 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这也是我们祖孙之间的缘分 不是第一次见 这是我和锦西的小秘密 戏城啊 今天你把锦西带来了 你们的婚事啊 就要立刻提到日程上来 后天 不 明天 戏戏你就搬进来住 什么 什么 还要搬进来 当然啦 你和锦西长结了婚 难道不住在一起吗 可是我和锦西长都很 奶奶 就算我们要结婚 这节奏也不一定这么快啊 至少给大家一些时间收拾行李 而且我也需要时间去准备啊 哎呦 那有什么准备的 咱们家什么没有啊 只管搬进来就行 奶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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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心脚痛 老夫人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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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就明天 明天晚上我去接你 顾锡成 你 放开 顾锡成你是疯了吗 我怎么可能明天就搬进来 但是我已经答应奶奶了 我没有答应 合同上也没有写 我要和你同居 但合同里非常清楚地写着 关于甲方英不可抗力因素 提出的意外条件 以防有无条件配合的义务 还有这种条件 贺锦西 这次要被你害死了 你放心 你搬进来之后 我不会动你一分一毫 你可以只把我当成工作伙伴 我们可以相互配合 等奶奶身体好了之后 你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平安离开